雖然維權律師在內地一直都遭到打壓 但今次的打壓亦都是史無前例的 你見到是有組織的大規模 事實上他們很多的指控說 這些律師是炒作一些案件 我們自己作為律師我們就很清楚 如果你的案件本身是非常敏感的 因為你牽涉一些地方的官員 例如我見到一個案件 有個上訪的人被民警打死了 你本身已經是一定的敏感度 你不需要炒作 你的律師不可能 如果你的案件本身不是牽涉這些事實 你是炒作不例的 所以如果你說你批評一個律師 你說他炒作 這個是一個目須有的罪名 律政司司長他有很重要的地位 他如果說一句話 我相信他的份量 分分鐘可以帶過所有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的說話 在政治上 在威力或者效力上 所以我自己 我不能代表所有人 但至少我自己 我會說 律政司司長如果在他的身份 在他今時今日的地位 能夠發言 關注這件事 呼籲內地的政府和官員 是尊重法事 是捍衛律師 應該有可以盡責的自由和義務 我相信這一個也是我們期望見到的